大家好 我是阿伟 华强北二手级的杭东来了啊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基本上是柜台都没货的 给大家看一下 好多柜台都是没货的 因为没货 所以也没办法去做什么 就好多人都是去选择了休息 主要是一个物流方面的物流方面 没办法正常硬转 那么造成目前是很多老板都拿不到货 然后剩下的大部分是一些零零敞敞的货 就是人家之前拿下来的货 而很多柜台都是选择了休息 选择了放假 因为没货 你在市场做的也是白做 哦 大家看到没有 这就是现在的一个二手机市场的一个情况 那么比起以前呢 这里是非常热闹的 然后每个柜台的手机都是满满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 真的是不是很乐观啊 啊 可能好多人都是要想着啊 还是转盘算了啊 不要再搬下去了 因为没办法再继续生存啊 这边呢 其实跟大家讲一下 像这种60公封的柜台呢 一个月的租金有几千 也有一万多 两万的啊 比起以前呢 虽然是租金便宜了很多啊 但对于目前这个 啊 非常冷淡 非常荡的一个行情来说呢 啊 还是压力还是挺大的啊 像一些啊 柜台点比较好的都要一万多啊 不好的啊 也要四五千五六千 啊 六十公封就那么贵 那么 我自己认为啊 现在在市场啊 我们在拿货 我们也非常怕 因为啊 好多都是浪的货 好多都是有问题的货 所以我们也不敢拿 有时候呢 就选择拿一些配件之类的东西啊 或者啊 拿一些支援机 支援机质量比较好 又没有货 就有时候给大家选择一下 拿支援机的 我觉得支援机还是比较好 那么对于大家有什么看法 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说说你的看法 本期视频到处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